大家好,我是中心社记者郭超凯 我现在是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厂 我身后是长征五号火箭的发射塔架 再过不久,长尔五号探测器将会在这里升空 那么在任务开始的前夕 我们想邀请火箭、探测器以及发射厂不同岗位的航天人 为我们讲述他们都为这次任务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我们首先邀请到的是火箭信号团队的队员 那么站在我身旁的这位小姐姐的话 可能很多人都比较熟悉 因为去年年底长征五号火箭复飞的时候 他在文昌航天发射厂的508指挥工具中心 看着火箭复飞的任务 他是笑着笑着就哭了 这一幕的话也是被很多的媒体给记录下来 在网上也是感动了很多的网友 那我们今天想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 火箭的团队在这次发射前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目前我们的火箭从501的技术厂方 已经转场到了101的发射工位 我们已经顺利完成了一到五次的总检查 近期将具备发射条件 你现在对这次任务有什么祝福和觊觎吗 我想四个字吧 圆满成功 好 那么我们也预祝这次任务能够取得圆满成功 在了解完火箭试验队员的工作之后 我们接下来再去看一下 探测器的队员们都在做哪些工作 在了解完长征五号火箭试验队员的准备工作之后 我们接下来要大家探访的是长额五号探测器的实验队员 现在长五号任务马上就要发射了 您现在心情怎么样 我的心情是既激动又不舍吧 从事了将近十年的型号 现在终于发射了 希望它在未来一切顺利 然后也是感谢它这么多年的陪伴 和我们一起的共同的成长 祝福到后面原本完成采样返回的任务 非常感谢邢老师跟他团队所做的努力 我们也预祝长五号任务能够圆满成功 在了解完火箭跟探测器的任务之后 我们接下来会带大家去了解火箭发射厂的工作人员 都做了哪些准备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文昌航电发射厂508指挥控制大厅 那接下来的话 我会邀请两位发射厂的工作人员 跟我们说一下他体验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首先我们有请于鹏老师来介绍自己的一个职务 以及提前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你好 我是文昌发射厂控制系统指挥员于鹏 他们在前期呢 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系统内部的功能检查 包括各系统间的一个总检查测试 那么现在呢 我们即将进入最后发射区 发射区阶段的一个加入前的功能检查 后续在这个检查结束后我们确保全舰的设备功能正常 我们就要进入最终的一个加入发射的一个流程 那目前来说发射在即你们的心情如何呢 这次是一个重大的国字号的航天发射任务 我们现在也是既紧张又兴奋 我们是为了这个任务做了长时间的准备 那我现在经过我们目前的测试 我也非常有信心 能保证我们的整个发射任务圆满完成 听完我们火箭以及探测器还有发射厂 不同岗位工作人员的一个前期准备工作 我们也非常有信心这次长五号任务 能够取得圆满的成功 预祝长额五号任务圆满成功 圆满成功 祝长额五号任务圆满成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